今年8月國軍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傳出多名現役以及退役軍官遭到滲透 幾乎每年都會有軍人代呼職守 洩漏軍請給中國的情況 光是2023年上半年就爆出有四起 軍人叛國追根究底就是三個主要原因 要不是誘惑太大 要不是刑罰不嚴 不然就是對國家沒有認同 如果叛國的利潤高 風險低 在台灣這個國家認同混亂 愛國教育基本上不存在的地方 過去幾年三不五時的泄密案好像也不是特別意外 然而這造成的不僅僅是資安的問題 同時也對軍民關係有很大的衝擊 少數人貪圖利益 20萬的職業軍人就要背上罵名 根據過去的統計 在台灣破獲的間諜案平均刑度為18個月 相較於美國間諜案 平均判刑230個月 相差12.7倍 YO 歡迎來到DBS 我們每次看到共諜案都會對其他軍人打抱不平 只要有一兩位軍官涉嫌收賄 把軍事機密洩漏給中國 整個國軍就要跟著一起背鍋 網路上就開始罵聲影片 認真辛苦的基層單位 就需要被迫承擔罵名 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國安事件會層出不窮 話說我們的蝦皮商店開幕啦 與台灣畫師Mistone合作 販售國軍裝備貼紙 趕快到資訊欄用商店連結購買各式各樣的Q版戰鬥機貼紙吧 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需要有合適的法律來去處理國內的犯罪問題 而一個健全的部隊也會需要專門的法律來管束違法亂紀的軍人 然而事情當然不是把軍法拿回來用就解決了所有問題這麼簡單 軍法造成的問題其實也非常多 像是將國慶冤案為了要破案 所以並沒有遵守正常的程序 連續37個小時的疲勞訓問 造成最後冤案的憾事發生 原本想要用法律規範軍人 但是執行法律的保防官卻無視法律本身 直接違法言行逼供 不只當事人含冤而死 而事後依據刑事補償法 國家需要賠償1億318萬 講的好聽一點就是國家賠償 但這就是人民繳稅的血汗錢 你說有啊 國防部有向空軍作戰司令部中將司令陳其敏求償 但是全部求償金額加起來也只有5957萬 剩下來的4361萬就是全民買單 也就是說原本這幾千萬可以拿來買更好的4級抗彈板 但是國軍基層現在只能用擋不住現役步槍彈藥的3級板 除此之外 軍閥在設立上並沒有權力分立 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腐敗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在熟悉不過 國防部同時掌握軍事法院檢查署以及軍事法院 相較於台北地檢署與台北地方法院是完全獨立的機關 軍方軍閥審判的過程中 就更有可能有濫用權力的機會 畢竟軍紀案件的出現通常都會被施壓 需要在短時間內破案 儘管這樣的情況在民間出現重大案件時也會出現 但是因為權力分立的設計 違反程序正義的可能性更低 然而軍法審判並不符合法治國家的精神 既然軍法有這些問題 那軍法被廢掉了嗎? 目前中華民國軍法並沒有被廢 但是常常會聽到軍人犯罪卻用刑法判罪的原因到底又是為什麼 一般來說軍人犯法會依據陸海空軍刑法中的法條 經由軍事審判法定罪 陸海空軍刑法可以把它想像成 因為軍人在社會中的特殊地位 所以專門為軍人設計的刑法 而軍事審判法則是因為軍中的特殊環境 所以設立的特別審判機制 然而因為軍事審判法在當初創立的時空環境已經不復存在 所以在2013年讓軍事審判法只能在戰時或是戒嚴時期啟用 以和平時期非戰時的前提來看 除非陸海空軍刑法有例外規定 不然軍人犯法會以刑法來定罪 而這些例外規定通常指的是違反效忠國家的指責 違反長官或是部署義務等相關的軍事犯罪 相對來說在戰時或是戒嚴時期 如果現役軍人觸犯陸海空軍刑法中的例外規定 將會被加重處罰 同時交由軍事審判法的定罪 除此之外中華民國的法律中 還有刑法中的內亂罪 外患罪 妨害國交罪 刑法之外也有國家安全法 反襯透法來限制叛國的行為 這樣聽起來感覺蠻完整的 為什麼間諜叛國的問題在軍方還是屢屢出現呢? 我們就來聊聊之前鬧很大的向德恩共諜案 2020年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作戰研發發展士的上校主任向德恩 穿著代表榮譽的軍服 手拿著投降承諾書 上面寫著在此宣誓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效忠祖國 一旦發生戰爭 本人會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盡自己能力為祖國效力 完成和平統一的光榮使命 並且在這三年期間陸續向中國通報高階軍官的勤資 這包含現任陸軍副司令 以及現任國防部總督察長的勤資 同時從2019年10月開始收取內因費 每個月4萬元的賄賂 總共收款56萬餘元 這很明顯就是叛國的行為 然而我們的檢調機關以貪污罪起訴 2023年2月24日以貪污罪判處7年6個月的刑期 始讀公權4年 也就是說直接收取敵國的內因費 承諾在戰時會背叛自己的同胞和國家 同時洩漏國軍的情資給中國 只會被以貪污罪起訴 貪污罪主要用於公職人員 挪用財務占為己有 這位上校做的事遠遠不只是貪污而已 傷害的是同袍的榮譽和國家的安全 影響到的是全國百姓的生命安全 為什麼會以貪污罪起訴 美國對於叛國或是從事間諜活動 平均判行為20年 然而這次並不能怪法官 因為檢調機構就是以貪污罪起訴 也就是說法官只能用貪污罪的相關法條來判刑 但法官從輕量刑的問題也不是不存在 無論是反滲透法或是刑法的外患罪 因為出現的次數非常低 再加上法官對於國安泄密事件的整體影響了解不深 所以儘管檢調要求除以12年的刑期 最後只求刑7.5年 這樣的刑期很難做到約束的作用 所以有獨立的軍事法庭就變得非常重要 請軍方的法律專業人士 對犯案的內容進行裁決 畢竟許多法官完全不了解軍中的運作模式 下刑犯上在民間大不了就是被開除 被人資約談 很多時候比較年輕的公司 甚至會鼓勵提出與主管不同的想法 這樣可以活化公司的溝通效率 對科技業的創新也有不小的貢獻 但是在軍中的環境下 下刑犯上在多數情況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畢竟是直接關乎到國家安全 基層單位的生死 然而法官在判案時也發生過量刑難以達到比例原則的問題 舉例來說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的前少將 因為動用加菜金2880元 宴請軍券而被判處4年6個月 貪污就是貪污 本來就應該被定罪 但是收了56萬的上校主任向德恩 卻只被判刑7年6個月 這代表一個明顯叛國通敵的上校 貪污金額是少將的200倍 但是卻只被多判5成的刑期 司法體制以及法官的問題一點也不小 最後一個泄密叛國的重要原因 就是有心人士被取得把柄 像是在陸軍司令部擔任處長的羅賢哲少將 就因為擔任國防部駐泰國軍事協調組上校組長時 被中國情報人員設計拍下了不雅照片 為了要避免影響未來的升遷 配合敵對情報人員 提供中國情報人員機密情資 從2004年開始被吸收叛國之後 直到2010年 國防部以及國安局才開始調查 2012年被判處無期徒刑以及齒羅公權終身 簡單來說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慾望 同時也不在乎軍隊其他同袍的名譽以及人身安全 最恐怖的是羅賢哲的家人 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並非敵對關係 將羅賢哲以叛國罪定罪並不公平 身為軍眷卻對最基本的國際情勢以及國家安全毫無概念 的確也顯示部分國民沒有居安思維的意識 總結來說會造成這樣的情況有幾個主要原因 首先就是為人詬病的法定刑度太輕 就算被起訴 刑法也沒有約束力 想要投機犯法的人全世界都有 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法律來保護守法的人 然而台灣普遍的刑度太輕 對於罪犯的約束力有限 軍法審判被限制到暫時才能啟用 我可以理解 畢竟早期建立的制度有許多弊端 但是遇到問題不是直接把問題本身去除 並沒有提出替代方案 就會造成現在的處境 看像我們每天打來打去的立法院 可以請你們做一點事嗎 再來是法官以及檢調機構缺乏國安意識 無論是檢調機構以錯誤的法條起訴叛國嫌疑人 或是法官習慣性的重新判刑 或是以低到誇張的金額交保 幾乎每次都讓民眾為之驚豔 我們的司法單位並不了解 叛國以及間諜事件對國家的傷害有多大 導致司法單位時常重新量刑 既然判刑不言 沒有國家安全意識 同時我們的立法院中 真正認真做事的立法委員並不多 也很難連任 關注國防這種吃力不討好 沒有辦法作秀的議題 許多立委也是性之缺缺 導致就算司法機關想要引用和事的法條也不容易 對岸給的誘惑又大 就會造成共諜事件層出不窮 同時民間對於國安問題 時常因為政治因素而被模糊焦點 複雜的法律條文配上政治觀點的影響 讓討論和事的軍法、國安法、刑法非常困難 那你覺得會有什麼方式 可以改善國軍避免發生軍機案件呢 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請翻跟讀要文件 跟卡牌舉手 겼 Senja 請你 請有法定要文件 請 geen記憶 你們應該提醒一下 幫助選ähr Raphael 什麼討論 Vielen Dank